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介绍了胃病之多少 今天常觉继续为大家介绍 如果你的腸胃不好 你身体有什么症状呢? 其实现代人时常身体 都有这些腸胃不息的问题 因为平时工作压力大 日夜作息又不得好 又或者是吃过多的油炸食物 饮食不平均 这些都是造成腸胃不好的原因之一 如果你时常觉得有以下提及的症状 即是你的腸胃不太好 你要注意 首先你的身体免疫力会有下降趋势 因为消化系统和排泄系统 亦是很大的关联性 即是说腸胃不好 也会影响你身体排毒的功能 那么你身体里的毒素难以排出 不止会令你有便秘 长期积累下来的细菌 甚至会影响口腔 形成有口臭 身体里的细菌重生 不止影响食欲 还会影响你对养分的吸收 一齐联合就会导致你 因为免疫力逐渐下降 免疫力越来越降低 你身体就越来越虚弱 那就容易有各种疾病了 第二就是食度下降 因为通常长度不好的人 他的身体气息都比较差 时时没什么食欲 就算好好的食物放在面前 都吃不下 当然你的体重也会跟着降低 第三就是肠胃消化这方面的问题 时时会发生有胃痛 胃胀胀住 胃酸倒流 呼吸困难 作呕作门这些现象 这些都是肠胃发生问题 给你的警号来的 第四就是你会紧张和忧屈 因为肠胃和胃是最友善的器官 医生说的 你有什么不妥 他首先通知你 所以他很友善 如果我们心情好的话 我们胃口也会变得好 如果你的心情不好 或者抑鬱 或者发生事故 或者工作不顺利 你的胃也会有反应 令你无胃口 不想吃 消化不良 第五就是口臭 很多时候我们的口出现口臭 你们会去选择 看牙医口腔有问题 但如果其实长期拥有口臭这些情况 多数是因为肠胃问题所引起的 细菌所产生的腐败气味 会透过你的口腔传出来 而这些是由肠胃所产生的口臭 你靠刷牙 用了什么瘦口水 这些都无法解决 一定要改善你的肠胃 才能令你的口臭这方面减低 第六你的肤色是越来越差 气息又会下降 因为肠胃不好的人 身体里面的坏菌过多 就会释放毒素 令你消化不良 而且那些肠胃 是很难完全吸收营养 那就造成你的气息不佳 精神不好这些问题了 第七就是便秘 你如果有便秘 腸胃里面的环境就更加恶化了 而便秘就是人最常见的文明病之一 只有将毒素排出 才能够保持身体健康 所以想健康又长寿 你的腸胃一定要好 除此之外 你可以适时补充补健的食品 提供身体额外营养 都可以令你改善 这个腸道健康的环境 第八 你连睡眠都会受影响 因为我们的腸胃健康与否 和睡眠品质是息息相关 好像上班一族常见压力过大 你会导致你的胃会抽筋 这个是很辛苦的 那你怎会睡得好呢? 如果你消化不好的时候 就会令到人体消化系统 没办法正常运作 长期下来 当然对身体影响会很严重 第九 就是女性的阴道容易感染 如果你腸道里面怀菌过多 是很容易影响女性阴道的酸碱病痕值 当酸碱失衡的时候 念珠菌过度繁殖 就会导致陰道严重的痕氧 肿胀、敏感、或者是 yeast infection 发炎 所以腸胃是很重要 如果你腸胃有不息 就有很多相关的健康问题出现 所以一定要了解清楚 腸胃对我们的影响 有兴趣的朋友 记得留意我继续为你上传相关资料 多谢收听